你好,欢迎来到红歌杂谈 今天来说说云南一个女官员 她的一个被抓 她的这么一个通报 引起很多网友的关注 另外一个在聊聊在美国的 在美国我认识的这么一个人 她原来也是官场吧 一个女干部 算是间接认识吧 一个女干部 也不是什么官 后来她义无反顾的就逃到美国来 也挺有意思 一个女人在官场里边也不好混 那么她呢 咱们先来说云南这个 云南这个通报是叫段颖 她是云南投资促进局的书记局长 是一个政厅级的女官员 这官非常大了 而且她比较罕见的是 她80后82年出生的 2004年参加工作 到现在已经当政厅级干部 所以网友称为罕见窜生 就是她的升官速度非常快 所以被抓了 第二个比较罕见的 就是她的通报里面 她的这些用词 就更罕见 这个措辞很罕见 尤其对一个女干部 女官员的这种措辞 比如她这里面说 警察断影丧失理想信念 背离出心使命 官德不休 底线失守 与私营企业主勾肩搭配 你这个东西对一个女人来说 用这种词就好像是比较罕见 官德不休这个词 比较老 这个官德不休 因为中共一直号称 它是人民的勤务兵 我们是公务员 为人民服务的 那你还是用这种官本位的思维 在给你自己的干部定调 官德嘛 我们是官 你们还是民的 还是这种官本位的思维方式 那么与私营企业主勾肩搭配 对一个女干部 女官员用这个词 就好像比较过分了 当然生活当中 也碰到过 一些女干部 是有这种草莽气 有这种江湖气 比较泼辣的 跟别人也称兄道弟的 能喝酒 黄段子 什么黄笑话 混段子也都能接得住 就这种 所以有点泼辣的风格 看起来女官员有这个意思 然后下面 是与他人搞全色交易 这个与他人搞全色交易 你放在一个女官员身上 当然就比较吸人眼球 这就属于桃色新闻 绯闻 这么个事 然后他跟谁全色交易 现在被大家发现 就是之前云南通报了 一个叫王春艳的 王春艳是2021年的12月 就主动去投案自首了 这个王春艳 就是当时断影 在04年参加工作的时候 他的直属上的领导 而且当时04年 断影是刚刚参加工作 在昆明市西山区林业局工作 然后08年就调到当地主管 叫松明县 县委书记王春艳的身边 去当助理了 那么这个剧情 大概就是王书记 到基层单位去视察 一下看着这小姑娘挺可爱的 不错 给我身边当助理吧 这是大概 另外这个全色交易 也不光是王书记 可能还有别人 因为你看他换生的这么快 可能还跟其他人 有各种其他的全色交易 不止这一个 可能是有这种问题的 然后后边还有给他的通报当中说 叫私德不正 严重违反社会公德 家庭美满 与多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你这个东西 对一个女人来说 你别管她是官员还是干部 你对一个女人来说 你在公共的媒体上这么定调和定性的话 你对这个人这个女人来说 就未来基本上就没法在社会 亲戚朋友面前抬起头来了 你这个说的太狠了 如果有这个事呢 你这么这么就公报出来 也确实是比较狠的 这么措辞啊 非常罕见的这种说法 私德不正吧 违反家庭美德 说明他已经结婚了 有家庭 与多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应该是他可能身边 你想他已经到正厅级的级别了 他可能利用自己的权利 与身边的人找个小三了 找个什么男小三 小白脸 在外边有出轨 大概是这么个事 所以把人家这个个人的私德 也要曝光出来 那么看起来呢 这个断影呢 是得罪了不少人 或者说呢 在当地呢 可能使得这些官员呢 腐蚀拉拢了一批 咱们搞不清楚 所以呢 这用词真的是挺狠 这也是对一个女性官员 中共官场上比较罕见的一种 措辞和定性啊 这用词是比较大胆 第三个罕见呢 是断影本人 他的这个照片呢 很多人一看一说女官员的这种啊 桃色新闻的绯闻呢 就得去扒人照片 是不是长得漂亮啊 之前啊 这个扬州那个带路啊 大家一看 呦 江南美女这漂亮 但是断影看起来 还有大跌眼睛 这个长得相当一般嘛 这也就是个一般人 好 好 不是 差太多了 跟原来那段段路啊 这个 这咋回事啊 这个多 这个跟带路不一样 跟这段影长得太普通了啊 那么其实这种啊 也很正常 那你想他就有道理了 你想这种像这个 首先来说 他发生全色交易 咱就说那王春艳 王书记啊 就中共这些官员呢 他各有各的口味啊 各有各的喜好 他有的 也许人家这个 他就看上了 当时 那感觉那王不看绿豆 他就对上眼了 就觉得这这这这行 就搁身边来了 当当助理了 而且这段影呢 咱也不知道 人家也许有绝活 咱不清楚啊 人家有能信 人家有拿住人的绝活 那那好像搞得你神魂电脑的 也背不住 咱搞不清楚啊 还有一个呢 这种啊 你看他长相一般啊 这个符合呀 中共官场的规律 你这个女性官员啊 如果特别漂亮的话 会引起大家的这种关注啊 和盯着 就会给他在背后说三道四啊 觉得他如何如何 所以女性官员呢 长得越平庸啊 长得越普通啊 鸽子人堆里头越越省 你看着鸽子外头越省心 搁在人堆里头 你挑不出来那种 其实反而是越好啊 其实中共的官员 他们也知道 太漂亮的不行 太出众的 太打眼啊 太容易树大招风 你搁一个面向平平的 可以啊 这比较安全啊 反正你 你关上灯怎么都是用呗 对吧 所以呢 对这些官员来说呢 影响不大 再有一个呢 这个段影呢 她是一个呃 女官员当中的少数民族啊 她是云南的遗族 这个遗族啊 她是少数民族呢 其实在中共的这官场当中呢 提升的还是比较快的啊 因为呢 尤其像云南呢 广西啊 什么贵州啊 就这类少数民族其中的这些地区 当地选拔官员呢 对少数民族的这个政策呢 是比较有这个请协的啊 因为她要体现各民族大家庭啊 各民族都有大官小官 都在这个这个这个公务员队伍里面 都有政府代表啊 你看你我们这个这个招商局的啊 不是招商局的 投资促进局的这书记 人就是遗族啊 这是我们云南的一个名片啊 一个特色 而且她拿着遗族身份呢 她去这个这个招商引资啊 什么的 还是有便利条件的啊 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是比较这个重要的啊 那么她呢 升的升官啊 是确实是比较快啊 升官比较快呢 我觉得第一个呢 就是她的人脉关系比较硬啊 她上边肯定有人 或者有若干个人啊 就是上边有人啊 然后再有一个呢 就是她呢 这个少数民族啊 这这这这种特征 还有一个就是她相貌啊 一般啊 这个面这个长相一般的 其实女官员是加分的 你不要以为女官员长得漂亮 升官换 长得漂亮的 树达招风 有风险啊 这是中共官场的潜规则 因为他们强调的是这种低调 隐忍啊 就是低调做事啊 你别成天的打扮的这光鲜亮丽的迪格爱马仕的包 那可毁了 那绝对不行啊 一定要低调再低调 所以呢 这个断影呢 一般啊 你看她这种已经到政厅级的这种女官员啊 实际上完全可以洗白上岸了啊 所以她的出事呢 一般来说都是她的官联方把她举报了 或者就像这个王春燕啊 她自己去投案自首了 把她又牵出来了啊 就是她之前东窗事发了啊 翻出历史旧账 把她又倒等出来了 所以她又给抓起来了啊 就这么个事啊 所以呢 这个其实在这个女官员啊 在官场上也有很多的无奈和凄惨啊 女干部都有这种 因为你如果长得比较这个 这个出类拔萃的话 像那个戴露那种啊 确实面目清新秀丽 清秀亮丽的那种 那种呢 其实是比较有危险的 他本身的官啊 不会走得太快 不会走得太高 越是漂亮 你走得快的这种 提得快的这种风险反而越大 所以呢 像戴露那种 在这个各级别的这个政府序列当中啊 这些女干部女官员呢 其实也是弱势的一方 而且他们有的时候甚至成为啊 官员之间互相馈赠的 互相拿过来你用我用的啊 这这么一个一个公共汽车 有的时候真的是悲哀到这种程度啊 那么我身边呢 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啊 这么一个人呢 这个这个暂且叫他蓝姐吧 他也是来自一个少数民族这个集中的一个省份啊 他呢 这个原来呢 就是一个国企的职工啊 现在人在美国呢啊 他呢 我认识他 见过他几面 见过他几天呢 是当时我们身边啊 有一个姐妹啊 有一个女的 跟我们也个儿几个关系不错的 他呢 国内有个小闺蜜吧 朋友啊 就说到美国来 他们有一个这个参加展会啊 什么这这类的团啊 然后我们 我就来给安排接待啊 这事让你挣点钱吧 我就来接待 然后就接待他们 然后那个那个蓝姐呢 他们团里的人呢 都叫他这 有叫蓝书记 有叫他蓝姐啊 因为他名字当中带一个蓝 而且他长得确实挺漂亮啊 他是长得比较出众漂亮的 很像那个电影 那个那个明星叫秦兰啊 非常像那个 那也带个蓝字 很像秦兰 我第一面见面 是我呦 这姑娘这挺漂亮的啊 我见他的时候 大概三十一二 那这还没结婚啊 他也没结婚 然后呢 他当时呢 是当地的这个市里边的 呃 这种团委的这个这个干部啊 团委的干部 他是团委的干部 但是呢 他的这个身份呢 是当地的报社的这么一个 是什么主编吧 就是一个小部门啊 也是个主编吧 但是后来呢 我们的姐妹跟我说 他报社那身份的是戒调啊 或者他身边人给他准备提升的 安排的那么一个阶段 然后让他以报社记者的身份 陪同这些企业家到美国来 给这个福利 你到美国去玩玩吧 那是他第一次来美国啊 拦截啊 哎呀 一照相买东西 喜欢购物 然后呢 不喝酒啊 不喝酒 那那那那姑娘不喝酒 不喝酒 然后呢 这个能疗啊 也挺能说的啊 嘴也挺甜的啊 所以呢 一般我们工作当中啊 长得漂亮的 我们印象都比较深啊 然后这事呢 就是他就后来就回国了啊 回国了 回国之后的大概五六年 然后在疫情之前吧 1819年左右啊 我们那个姐妹 我们之间认识 直接认识那朋友就跟我说 哎 说大叔 你记不记得那个 那谁 我们那大美女 那妹妹 我说记得那大美女 妹妹 我说怎么了 他说他现在在洛杉矶呢 上洛杉矶来了 我说哦 我说干嘛又开会 不 这次来定居 生儿子 生孩子 我说啊 结婚了 他说哎呀 他的事啊 可复杂了 在这个这个这个 官场可不好混 然后我们那个姐姐啊 就我们那朋友 跟我聊聊 后来哦 真的是也挺不容易 就那个蓝姐呢 她是在当地 她那个当地呢 从这个市委啊 就是这个这个团委吧 团委在那儿 是正式的编制在那儿 然后调到报社去了 调到报社这件事呢 就是她团委直接的那个头 给她办的 那个头呢 跟她关系比较默契啊 有这个 有没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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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吧 咱们不清楚啊 咱们不清楚 然后我那个大姐呢 也没跟我说那么深啊 说反正这这当地给我描述描述啊 就是说我能知道的信息 就是当地她跟那个她的那个 团委那个级别的干部啊 有个头跟她关系不错啊 就欣赏她 喜欢她吧 这么个事啊 然后呢 这个就在这个她回国之后 再来美国这五六年间呢 他们当地的一个市里的干部 一个市里边的头啊 说她那市里的相当于副市长级别的 这么个领导老伴死了 没了啊 那也没多大 五十多岁吧 说那个市里的头五十多岁看着她了 非得要跟她这个谈对象啊 要要跟她谈恋爱 而且还通过这些这个官员啊 跟她做工作 说这个是某某某副市长看上了 说这个哎 想跟你进一步接触啊 你看看这副市长这条件怎么怎么样 她就就是那个拦截的就什么了呢 害怕了 她害怕了 因为什么呢 她跟这团委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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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部 团委的这个头呢 有啊 有有有有有 可能有好事吧 咱不知道啊 然后呢 就就就就就被市长看上了 你这怎么办呢 这很麻烦 然后当时她就犹豫啊 后来呢 那个团委那个干部呢 还算是比较胆大啊 就是直接就跟她这个登记结婚了 跟她看上她的那个干部呢 也是一个单身啊 也是没没没没没结婚的那么一个人啊 跟她就就就直接就登记结婚了 登记结婚 但是你俩人在一单位不行啊 你俩人在单位的这这这不行 然后这后来呢 就说当时呢 就是因为这个兰姐呢 被副市长盯上之后 她和这个团委的干部结婚了 在他们当地呢 引起很大的轰动 也使得那个副市长的面子很尴尬 就这么一个背景 就是那面 副市长觉得很尴尬 你看你 你要说你跟他搞对象 你要跟这个市委团委的这个干 这个这个这个团委 这头搞对象 你就公布一下 我也不知道 我找人去说媒 保媒去到那说媒 到时候你马上转过头来 就跟那个团委这头结婚了 你这弄的这副市长下不来台很尴尬 好像我寄予你的美色一样 其实就是那么个事啊 所以呢 后来呢 就说他们两口子得必须有一个人 离开那单位 所以这个兰姐呢 就主动辞职了 然后在辞职之后呢 这市里的这个副市长 还利用各种关系呢 经常去打压这个团委的这个干部 后来这团委这个这个 就是他的算是他这个合法 结婚的这个丈夫吧 就也也 我觉得这当这件事当中 就他那丈夫还是挺厉害的 就就也辞职了 我也不干了 我也我也不干了 两人就辞职了 辞职之后呢 他带着这个 他就跑到美国来了 跑到美国来生孩子来了 然后他老公呢 还留在当地这个是怎么着 还有还有后续的事没解决吧 就还没来啊 就这么个事啊 然后就说 其实就是因为啊 长得太漂亮了 在当地呢 官场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而且呢 也会引引来啊 这个意外的这个祸端啊 就是因为你长得太漂亮了嘛 秦岚大家都知道 确实挺漂亮的 我一看我 你想我碰到的这个游客当中 长得漂亮的 我一定会有印象啊 那算一个啊 所以呢 我觉得哎呦 这玩意你在这个官场上太漂亮了 真是不好混啊 所以呢 他们两口子 其实算是 后来说 还什么职务审查了一段时间啊 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这个事那事 还得去调查 说他们俩是不是工作期间认识的 如何如何 那好在是在1617年左右啊 1617年左右那阵就结婚了 而且他们还不是特别大的官 他在那个城市也就是个二级城市三级城市吧 那么个团围啊 所以呢 还好在那么个小地方就脱身了 然后呢 他老公好像这些年 这是几年前我听的我们那个朋友说的那事啊 这些年没听说 但是我觉得呢 这个就这个姑娘叫蓝姐这姑娘的来美国啊 跑这来美国来生孩子 然后他老公可能后期后去再出来吧 这个选择是对的啊 因为你在当地 你如果是为了真爱啊 看起来是有真爱的这种情况 你是真爱的话 那你在当地就没法混啊 你这个东西就没办法待下去啊 你想你那个市长看着你们两口子 那不得恨得咬牙切齿的啊 你等于就玩我嘛 你要说你这个不是单身 我不可能找人去说 所以市长觉得有点尴尬 所以就通过这些事呢 要再打压他们 所以这是我知道的这么一个小事吧 好吧 今天就聊到这儿啊 请大家点赞订阅 谢谢